重新包装,重新興建九龍東 特別是我們舊的工廠大廈會重建 很多我們的設施會翻新 而大家都知道我們明年中的郵輪碼頭會落成 郵輪碼頭自不然大旺很多新的旅客來香港,很多新的商業區 而政府也會致力發展商業核心區 同時大家都知道我現在代表旅遊界立法會 旅遊方面,世上九龍東也有很多潛質 利用郵輪碼頭的契機 我們可以將我們現在說的廣東道的郵輪碼頭 可以翻版過來九龍東製造 變成全世界的廣東道商業區 大家可能不知道,但那些舖位是貴到不得了的 全世界是最好賺的商業區之一 但我們當然要不要忘記在發展社區的同時 很多我們社區的朋友也需要照顧 特別我們也要平衡大家生活的模式 不想在樓價高了之後,我們迫著很多朋友要搬走 這個平衡的發展我們也很關注 希望大家多些給意見,多些參與 因為我們社區事實上近年有比較多的爭拗 有比較多的,又拉布,又一樣改樣 令到我們的社會很多東西是節奏慢了 希望今晚大家開開心心聽唱歌 也開開心心有個好的端午節 也多些給意見,多些支持我們 好嗎?多謝大家,多謝了 還有一個白姐姐,我想要跟她說起牛鞋 白姐姐也要靠白姐姐說你的話 白姐姐 各位兄弟姐妹,你們好 我之所以稱呼你們兄弟姐妹 現在我發覺從九個月到九十歲 都是叫我做白姐姐 我覺得很榮幸 所以我覺得所有的都是我兄弟姐妹 今天有緣和大家相聚 我在這裡祝你們端午節愉快 每個人都吃些荷包種醬 尤其是你們住在九龍東 有什麼錢可以想辦法作少少投資 希望你們回收很多利益 我相信你們很多人都記得我 或者曾經聽過我主持的 《盡數心中情》節目 很多人希望我可以有機會回來做 我也希望 不過無論如何都好 今天大家有緣相見 沒有機會拍照 如果在街上再碰到的話 你們跟我說一聲白姐姐 拍一張照片或者聊聊天 我都樂意的 好嗎? 謝謝你們支持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